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端午節就快到 多區都舉辦大型的龍舟競賽 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觀看 歡呼過後龍歸何處呢 見雜誌發現 在天橋底、岸邊、爐邊 甚至貨物的裝設區都見到龍的蹤影 有幸找到有牙遮頭也相當製逼 見雜誌就走訪了位於屯門一間龍舟酒店 小小的鐵皮屋 但是就擺放了三十多手大 中小型號的龍舟 如果我記住了 真是煤了 就會出現問題 採訪期間臨近端午節 工人正在忙於進行維修保養的工作 周炳就說 另外屯門龍舟競賽委員會主席 吳瑞麟和副主席曾慶忠都說 每次下水的費用不非 在酒店搬一些龍舟出來 都說起碼十萬元的搬運費 現在都很希望政府可以批多些地方給我們 可以安置其他一些船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跟政府那些申請了 一直在申請都有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身為中國人 都想秉承回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 無論多辛苦都好 我們出多少力都好 都想維持下去 不想在我們手上斷了去 就住龍舟的柏位問題 民建聯立法會漁龍界議員何俊賢 曾經在2022年 在立法會提出質詢 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龍舟並沒有安身之所 何俊賢接受訪問時認為 始終不是當他第一項目 他是以頭痛衣頭腳痛衣腳的模式去處理 因為龍舟本身也沒有一個海上的牌照 牽涉到龍舟放在政府避風塘 或者停泊區海上的位置 他就覺得那是障礙物需要移除 但是當時我們看到的個案 就是龍舟屬於文化活動的載體 我很直接地說 如果你動龍舟的話 就等於一個人間廟 要解決龍舟無容身之所 何俊賢認為 需要制定一套合適的政策 不是現在這樣 阿Sir來的時候 我正在爬的一隻船 找十多個人爬一粒爬出去外面 阿Sir走了爬回來 卑躬屈塞 這種文化活動屈原都在哪裏 屈塞著 你對屈原多麼尊重 你不是幾年這樣他 你趕著他 一直協助爭取龍舟存放的 漁龍界選委崔景行認為 最主要的原因是土地不足 與其由不同的組別或者團體 各自爭取擺放位置 不如由局方做一個整合 例如 現在一些比較大的地區性的龍舟會 它可以統籌這些拍位 然後亦都給現存一些龍舟會 還有可能未來他本身想玩的活動的人 他可以在這些地方 他除了擺放龍舟 他亦都可以作為一個活動中心 他可以租籍龍舟 或者是一個提供教練的服務 令到這個活動更加能夠推廣到來